3月29日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 在第五轮俄乌谈判 首日的会谈结束后表示 双方谈判很有建设性 俄罗斯收到了乌克兰的书面提议 确认其保持中立和无核地位的意愿 包括放弃生产和部署 所有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俄并不反对乌 加入欧盟 俄罗斯正在采取两项措施 缓和乌克兰冲突 俄总统普京与乌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 可以与两国外交部草迁和平条约同时进行 在审议的同时可以讨论条约的细节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同日表示 俄国防部决定大幅减少 塞基辅和切尔尼哥夫方面的军事行动 乌总统办公室顾问随后称 谈判将继续 希望在两周内达成协议 随着俄乌危机展现缓解趋势 当日欧美股市高开高走 也令此前在供应中断逻辑下 暴涨的美国小麦和玉米期货 快速出级跌停 美邮WTI也一度失手100美元大关 为防止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亚变体毒株BA2可能造成的新一轮新冠疫情高峰 3月29日美国FDA批准了对50岁及以上人群使用第二剂莫德纳和辉瑞新冠疫苗加强针 美国CDC表示 任何50岁及以上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4个月后接种第二剂加强针 无论第一次接种的是哪家公司的疫苗 此外FDA授权对12岁及以上免疫系统受损的人进行第二次辉瑞加强针注射 并为18岁及以上免疫系统受损的成年人授权第二次莫德纳加强针 所有新的加强针都应在最后一次注射后至少4个月进行 美国劳工统计局3月29日发布报告 二月份共有435万人离职比一月增加9.4万人 二月份职位空缺约为1,127万个比一月略有下降 其中教育和卫生服务业的空缺职位最多为223万个 其次是专业和商业服务为210万个 与此同时美国二月的失业人口数约为627万 美媒指出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的辞职潮仍在继续 宾夕法尼亚州一条主要洲际公路 3月28日发生雪地严重连环追撞事故 包括货柜车重型卡车和轿车在内 近60辆车在能见度极差的雪天追撞在一起 造成至少3人死亡20多人受伤 事发后许多急救车辆 消防车水罐车和警车赶到现场 有目击者表示多辆货柜车和其他车撞上前方停驶的车辆 许多车不到一分钟接连相撞 着火车辆包括至少两部小型车和三部货柜拖挂车 其中一辆油罐车冒着火苗和浓烟 州警表示火势持续数小时才被扑灭 事发公路将关闭到次日 以便于调查和清理现场 加州州长纽森3月28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 指示加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考虑要求 各个地方水源供应商进入其解水计划的第二级限制 即假设缺水20% 大约140个城市和水源供应商已经在这个水平上运作 这些供应商为90%以上的加州居民提供服务 第二级限制将限制人们核实可以为户外用水 或包括鼓励人们安装更高效的设备或景观 还要求州水务局考虑禁止给纯粹用于观赏墓地的草地浇水 州长办公室表示 禁止浇灌这类草地每年可节约的水量相当于50多万个家庭的用水量 此外 该命令还放宽了地下水补给项目的许可程序 并保护遭受干旱的鱼类和野生动物 还指示州水务局加强检查 以抓住非法饮水行为 英国警方3月29日表示 将建议对英国首相强生办公室与住处于防疫期间违规集会初步开出20张定额罚单 罚款金额将由英国警察协会刑事记录办公室订定 据路透社报道 初步调查强生的幕僚违规开了多场饮酒派对 甚至强生也亲自参加了几场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于唐灵街与内阁办公厅举办的12场聚会 警方指出 不会证实罚单是开给哪场集会的参加者 因为这可能暴露对方身份 请不吝点赞订阅